不可以哦 三度挥拳做事痛遍站务人员 脱续粉衣Polo山南 大闹台铁板桥站 贴近站务人员的脸 喷口水对骂 只因自己的个人物品疑似不见 要找人出气 影片破网网友全傻眼 因为这名粉衣博 当天上午在台中火车站抽烟 被制止 竟然脱衣推打站务人员 下午又到新北市去闹 根本惯犯 另外火爆冲突 也出现在桃园一处社区 我们又打下去吧 人都流血了 你们两个打一个 满地鲜血喷剑 恐怖二打一 为门口车位到底能停多久 喷血开扁 时间到回几分钟前 一伙人团团包围社区保全 一言不合 蓝一南爆气挥拳开打 后方71岁老先生 眼见儿子正下风 竟抄酒瓶 偷袭狠可以砸爆头 直接偷破血流 不要动啦 验伤提告 我也要验伤我也要有 酒瓶带下去 你卡下去 还带到啦 有在停车 遭打保全 为了解决成心副子党 长期占据社区大门 黄线路段临停 劝离无辜遭K 报警提告 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这里请采山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扰 转发 打扰